Hello 我今天的背景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現在人就是 在國外 所以我今天就是以一個 大師的姿態 在飯店的房間裡 為少男少女的戀愛煩惱 做一個開示 今天是這樣子的喔 大家應該知道 我在當youtuber之前 我是一個編輯 就是在媒體圈工作的人 那我以前呢 除了跑電影線之外呢 我身為一個編輯也是要寫一些別的東西 編輯就不是只寫你要跑的那個線就可以了 第一份工作呢 是在一個女性媒體 那時候我就必須要寫很多很多的 感情相關的文章 因為你知道女生嘛阿梅亞 喜歡看一些感情文 那我那時候寫的文章呢 我先回顧起來 我真的覺得太經典了 必須要分享給大家 就明明是一個22歲 23歲的一個沒有什麼經驗的女生 寫出來的好像文字 好像充滿著智慧 好像有很多經驗一樣 然後就覺得 我以前的好小功力真是蠻厲害的 那尤其有一些內容呢 我現在讀起來真的是有一點母湯喔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太認真的去看待 我以前寫出來的文字 不要太去責怪那個六年前的我 OK 第一篇文章呢 光是標題 就非常的地獄 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叫做 帥哥總是跟朴妹在一起 五個理由告訴你為什麼 我來解釋一下 我以前 還是個媒體人的時候呢 我算是還蠻視血的 就是大家認定的記者的那樣的感覺 我為了流量 我怎樣的標題我都下得出來 所以我就還蠻常下一些比較心酸色的標題啊 或是像這樣比較尖銳的標題 雖然直接講出來好像有點失禮 但是那個女生明明長相還好 怎麼那麼受歡迎呢 那個帥哥怎麼會和朴妹在一起呢 這樣壞壞的想法一定在每個女生的腦中都出現過 講出來很失禮 寫成文章也很失禮 但是這個壞壞的想法一定在每個人的腦中都出現過喔 這不只是女生啊 男生應該也常常會納悶為什麼就是那個正妹要跟那樣的男生在一起 是不是很有錢啊 是不是 那自己的條件明明看起來比那些有男友的女生好 卻還是交不到男友的同時呢 也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不然怎麼都沒有人追呢 日本的網站馬東妹就走出了幾個可能的原因 這個證明我以前也是那種會抄文章的記者 但是我以前去看這些外電資料的時候 我不會完整的去複製那些文章 通常是會去參考這些外電的題材 然後內容是我自己想的 第一點 男生的可愛的標準和女生不同 女孩們有沒有覺得某個女生超正 結果身邊的男性都對她評價很普通的經驗呢 通常我們都會覺得很生氣 覺得男生你們就不懂真正的美 但是編輯也觀察出了一個現象 那就是一般女生喜歡有自己風格的個性女孩 最好是很會打扮 每天會化著無邪可結的妝 那男生比較喜歡無害乾淨純淨的臉龐 偏好女生做比較沒有公情性的打扮 所以比較不能夠接受很酷的妹 或者是打扮比較時尚的妹 這是事實吧 這個到現在 我回去看我覺得依然是事實 就是男生真的是 比較沒有辦法看懂女生的傳達 除非是自己很會打扮的男生 可能就會 也有點在意自己的女友 要很會打扮 但是絕大多台灣的男生啦 我接觸過的 我說我接觸過的 都算是比較不同的 欣賞時尚的類型 所以這點是有中肯的 男生雖然也喜歡看真妹 但是要交往的話 果然還是喜歡有禮貌 聲音好聽 常做可愛表情的治癒性女孩 可愛德情 就是會被女生討厭的那種 雖然是視覺動物 男生其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重視內在 這是什麼屁話 什麼屁話 辣妹誰不愛看 但是感情一直在生活中很大一部分 怎麼可能害一個 須有其表講話很空洞的女生長長久久呢 所以比起牽出去很拉風的女友 男生可能會比較想要選擇 真心可以帶給自己快樂的女生 這什麼廢話 誰不想要真心可以帶給自己快樂的人啊 看到這裡一定想要貼自己抱不平 覺得自己明明就滿有內涵的啊 怎麼還是沒有男友呢 請不要著急 可能是因為比較內向 沒有讓異性看到你充滿內涵的一面 有可能是因為根本沒有出去好好開拓市場 替自己爭取機會 這個 嗯 後半段 後半段有中肯道 就是你可能會有內涵 但是你太內向了 你跟異性相處的時候 你都沒有在講話 就是太害羞 那人家怎麼知道你有內涵 或是你根本就是很宅 你都不出門 你要怎麼去認識異性 可能大概就是這樣概念啦 後半段還蠻中肯的 就是男生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重視內在 嗯 這個 I don't know 我現在這個年紀回去看 我反而覺得 男生比你想像中的還要不重視內在 你只要性格可接受 然後外型超級辣就可以了 可接受 好相處可接受 不用很聰明 可接受就好 只要外型很辣就好 男生喜歡這樣的沒 好不好 極端一波 男生其實對條件好 女生不在行 這個我覺得可能男生看到 會有一點點不高興 但是就我的觀察 我接觸過我異性 觀察下來 我覺得這部分來說真的是事實 我來讀一下 對於學歷 薪水外型 內在都比自己優秀的人呢 其任何人都會產生靜遠之情 更況是鼓起勇氣追求呢 如果加上你很愛表現自己的長處 或是你不擅長主動親近陌生人 那男生可能就會把你供在遠處 當女生一樣驚訝 這個應該是事實吧 我覺得至少我接觸到的異性 他們確實比較不傾向去追求條件 和自己有很明顯的懸殊的女生 就算是有懸殊也會是往下 不會是往上 我不知道男生為什麼都要這樣子 我接觸的是這樣 如果你自己不是這樣 你就是偏偏很愛女強的人 你也歡迎留言分享 你不是這樣好不好 就是替男生辯駁一下 最後這個結論就是我要去整理 真正人生生理組織這些條件不好的人 不要說普妹 我自己是女生 我覺得講普妹 我自己聽起來不是很舒服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些外在條件 外型條件是比較自在中間職 或是中間偏下的人 情況一 這些人他們可能自知條件不佳 所以對於內在的充實也更努力 其實這種努力也不是為了戀愛而做 只是會有一種反正就做自己吧 就算交不到男朋友我可以活得很好 這樣的心態就讓他們生活變得更充實 隨之也增長了內涵 而且對於男生也比較沒有防備 反正他一定沒有喜歡我啦 這樣很坦然的態度呢 就讓他們害很多男生變成好朋友 機會自然而然就變多了 這應該是事實吧 就可能你如果今天是個條件非常好的人 尤其是女生 就會覺得男生就是要追求我 男生就是要把我拱著 但這些條件比較普通的 外型條件的普通的女生呢 他們可能會對於異性的相處是會更坦然 他們可能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的性魅力 所以在跟異性互動的時候會更自在 然後男生可能反而覺得這樣的女生更可愛 就更沒有攻擊性 就會更喜歡跟他們相處在一起 所以他們的機會就會比較多 這是有可能的 情況2 這樣的人對於戀愛比較積極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他們就沒有習慣覺得別人都要來追我 所以他們會比較積極的去對待他們喜歡的人 認真去對他們喜歡的人 所以和這樣的人相處會更舒服更開心 他們就是凡事都靠自己的手去爭取 尤其女追男就是隔成沙 女追男是真的隔成沙 不管是條件怎樣的女生 女追男就是隔成沙 男生就是真的有比女生好追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感覺 政治不太正確 但是請大家不要太在意我以前寫出來的東西 這個時候我還很年輕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來的靈感寫出這樣的東西 應該有一些是有參考一些朋友的意見 或是我自己對於異性的觀察 另外一篇我很喜歡 這是一篇我寫完之後心情非常好文章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呢 共鳴度比較低一點 這篇文章叫做 有姐妹的男生特別受歡迎 與生秋人帶你了解女孩最愛的男生特質 與生秋人就是女生的全民初戀 對就是一個全民初戀等級的存在 我相信跟我同世代的女生 90年代小孩都非常的迷戀過 與生秋人這個角色 就是玩偶遊戲裡面的男主角 與生秋人呢 他到底為什麼這麼迷人呢 這個文章就是在解析這件事情 這個文章我總共列出了八點 你看我對於餘生的愛是沒在開玩笑 我列出了八點那麼多 第一點 擁有一段有點悲傷的回憶 眼神要看起來很憂鬱 看過娃娃遊戲的讀者呢 應該都對於餘生的過去感到非常同情 媽媽為了剩下她而難產而死 被姐姐當成害死自己媽媽兇手的餘生 在遇到生涵之前 對外主席高大的心強 不讓人靠近 因為這樣的成長環境呢 女生的童年可以說是非常淒彩 因為很同情很酷臉 好麼難產 一個人的過去會影響她的氣質 憂鬱帶點神秘感的男孩 在女生的眼中特別有魅力 當然現實生活中 不可能每個男生都會有一段 這樣讓自己留下陰影的回憶 但是女生呢 都幻想過可以和這樣的男生 來一段刻骨的戀情 我不確定是只有女生有這樣的幻想 還是男生對於女生也會有這樣的幻想 就是對方好像有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然後有點神秘感這樣的特質 會讓人覺得好像跟她談戀愛特別刺激 就是中二病啊其實 第二點 運動萬能 這段老師念出來也夠羞恥 運動萬能會替男生添加一點英雄色彩 色常運動的男生呢 在必要時刻還可以來個英雄救美 整個英姿煥發 所以其實空手道的畫面 女生只可以在一旁融化 女生就在一旁負責融化 我覺得英雄救美這樣的情節呢 可能每個小女生的成長過程中 受到一些影視裡面的 男女互動之間的那種模式的 那種形象的影響 就多少都會有這樣的幻想 長大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這樣的情節還蠻好笑的 尤其是你長大一個年紀之後 你發現你比自己從小到大看到的這些影劇裡面 看到的女主要的形象都還要強 你就會覺得你根本就不需要英雄做美這個東西 你就會開始對於這樣的劇情覺得很不遲 第三點 功課很好 這點是我寫給自己看的啦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書生孔 我喜歡學霸 我喜歡就是白鏡書生戴眼鏡的一種 正如《聖後大爆炸》裡面的修等所說 smarts is a new sexy 頭腦好的男生給人感覺特別可靠 誰不想要一個活骨狗待在自己身邊呢 但是男生要注意囉 在不必要的時候 不股度賣弄你的學識會惹人厭喔 愛愛內涵空的智慧 才是真正會被女孩欣賞的 譬如說女生看起來就只是帥帥的 卻每次都偷偷考辦上第二名 第一名是小鋼 第二名就是雨傘 第四點就是有點S 什麼叫做有點S呢 所謂的S則就是有虐待傾向的人 這會讓人覺得不敢自信 但是大部分的女生都是S這一套 難道女生都是被虐狂嗎 不是 我要解釋 其實是這種有點任性 制度霸道的特質會讓女生覺得超可愛 女生都會幻想過自己被男友或是喜歡的男生 突如其來的獨吻 這種時候呢 就像殺男一樣 表現生氣 誰說你親我 但是心裡會覺得甜滋滋 郭靖男生在女生對自己不確定有沒有好感的時候不要這麼做 否則會被逮捕 喔 OK 會被逮捕 對女生對於這種 壁咚啊 就是霸氣奪穩啊 男生做一些霸氣的行為 這種事情多少都還是會有一些幻想的 但目前到第四點啊 我覺得確實對於青少年時期的我可能很管用 但是現在我在青少年時期歲數兩倍可能就比較不吃這一套了 所以如果有在看這一片 看這支影片的人 你是一個大概十七八歲的男生 然後你的對象是十七八歲的女生 以上這些東西呢 可能真的蠻管用的 你就是每天就酷酷的在窗邊這樣 耍憂鬱 然後耍霸氣 就是青春其實的女生 可能會蠻是這一套的 第五點 很有自己的堅持有原則 原來很消極的女生呢 為了要追趕上奴隸的殺男 馬上找到自己的目標興趣就是空手道 而且還不只是三分鐘熱度 她每天情於練習長大之後 就還變成了一個空手道教練 講有原則這個可能有一點空泛 其實女生應該是會覺得說 一個男生 他有自己的目標 然後很知道自己要什麼 然後也一直都在朝這樣目標前進 然後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 他中間會幫自己設定很多規則 然後自己都有去遵守 就只為了去達到自己的目標 這樣子特質的異性 會讓人覺得特別的有男子氣概 就大概這樣的感覺 第六點有姐姐和妹妹 有姐姐和妹妹的男生呢 確實啦我自己有接觸過的 有姐姐或妹妹的男生 好像都會稍微比較體貼一點 就是會更了解女生一點 然後也比較懂得怎麼跟女生相處 他們對女生也比較不會有那種 莫名其妙的妄想 因為和姐姐和妹妹一起長大 就會知道女生私底下在家裡是什麼樣子 所以對女生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不切實際的妄想 所以和這樣的男生相處呢 是通常會更自在的 有姐姐或妹妹的男生 第七點就是 總是可以一臉優然把很多事情做到98分 這就是 雖然好像都沒有很努力 然後隨便考都是前幾名這樣子 那種感覺 就會讓女生覺得 喔好帥喔 這個比較不切實際啦 但是雨傘在動畫裡面的形象就是這樣子 他平常看起來就好像很屌的浪當啊 然後就是沒在讀書 但是莫名每次都考第二名 總以為很哭屁很難相處的男同學 卻每天在放學的時候 偷偷跑到小巷子裡面 餵食流浪貓 這樣子的反插謀設定 完全鄭重女孩紅心 並長一臉哭哭的雨傘 卻可以對商談淡然地說出 想哭就來我這裡哭吧 這種讓人雞皮疙瘩 掉滿地的話 要人不心動也難 想哭就來我這哭吧 這種話居然是個十二歲的男生說的 真的是很會 冷酷具有溫柔的地方 這種特質我覺得除了反插謀以外 會讓人感受到 呃 自己很特別 就是他可能只對自己特別 只對你自己溫柔 所以這種感覺會讓女生覺得特別的安心 然後會覺得特別的暖這樣 最後這篇文章呢 就也是一個感情香港的文章 然後它同樣也是來自於一個外電網站的整理 然後這個文章叫做 老是沒來由測試男友 久見女生對男生做過最殘忍的事情 這是一個國外的網站 就是ASKMAN 然後它整理出男性他們覺得 女性對他們做過比較 他們覺得很不公平很殘忍的事情 那當初呢 我是比較是一個分享的心態 在分享這個網站上面的資訊 那我現在再回去重看這篇文章 我找出蠻多可以反駁 應該不是說反駁啦 就是提出疑問的點 首先第一點呢 男生指出 生悶氣就不接電話 在吵架之後 女生有時候會用不接電話的方式 來讓男友著急 但其實這個方法並不聰明 因為你不接電話 只會讓對方更加一頭霧水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說不定還會反過來 更生氣自己被冷漠隔離 可以的話 一進不合的時候 還是以溝通方式處理比較好 這點沒錯 這點沒錯 冷戰確實是一個 最沒有效率的吵架方式 所以如果你有心要去解決問題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式還是在第一時間 就去跟對方溝通清楚你的需求 但是吵架還在生氣的時候不接電話 這個完全是也可以理解的 所以就是看這是怎樣的情況 第一點是這個 生悶氣不接電話 我覺得可能生悶氣 不接前面一兩通電話還好 但是如果就是好幾天都不跟你男友說話 那可能就有點過分 第二點 利用男生騙酒喝 嗯 讀者身邊有那種出去玩 有人都不用花半毛錢 因為他身邊總是會有男生替他包辦 所有開箱的女性朋友嗎 有些女生喜歡占男生便宜 還好有你要追我幫我付錢是利索 當然我都給你虧了付個酒錢 有什麼關係的心態 其實這樣會讓部分男生很受傷 因為人家說不定是對你一片真心卻被利用 這個就當然是很多對於台女的指控 就是掏金啊 然後就是利用男生啊 把男生當行走ATM啊 我覺得這樣的女生確實是大有人在 我也有接觸過這樣的女生 這樣的行為確實是很不好的 這個我覺得無從辯駁 無法為這些女生辯駁 因為我完全不覺得男生要追我 就必須要幫我付錢 這件事情很理所當然 因為我又不是沒有在賺錢 這樣子女生的心態呢 應該很多很多都是從教育和環境來的 可能從小他們就是被父母呵護得很好啊 然後媽媽或是爸爸 自然而然就灌輸給他們一些概念 就是說 男生就是疼你要照顧你 就是要幫你付錢 要就是幫你照顧你生活的一切開銷 所以這跟教育方式比較有關係 那我沒有什麼好辯解的 因為真的有這樣的女生 在公共場合批評自己男朋友 大家都知道幾個姐妹套混在一起 就是會八卦男友的缺點 甚至有女生會直接在公共場合指責男友 那這樣的行為會讓人覺得超級沒有面子 同時也損了你自己的面子 所以你重視兩個人的關係 並打算長久經營 那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 那就是男生就是愛面子 要多給他鼓勵 而不是用抱怨的方式要求他改進 我覺得在公共場合批評男友這件事情 確實是不應該 八卦男友的缺點這點也不太應該 因為大部分的問題呢 感情中的大部分問題 就是你們兩個的問題 除非情非得已 你真的很需要第三人的意見 不然八卦心態去講自己男友的缺點 這件事情就不太好了 在公共場合指責男友 罵男友 這當然是更不好 這並不是男生就是愛面子這樣的問題 女生也愛面子 你想像你在公共場合被你男友羞辱 應該感覺是很不好的 我覺得男生就是愛面子這個東西 不應該這樣子講 而是尊重 不管是男生和女生 都是需要尊重的 再來 有男友了不趕快講 人家原來打算追你的說 當男生遇到的女生 兩人相談甚歡 甚至還聊到了很多對面的私生活 但是女生是獨漏自己有男友這點 直到兩人常常單獨約出去 某日氣氛絕佳的時候 女生才一聲 欸我有男朋友喔 就會讓男生覺得很晴天霹靂 幹嘛不著講 這樣會讓你覺得很誤會 這個 恩 首先 你和一個人相談甚歡 有可能是 就是朋友之間相談甚歡 氣氛很好 也有可能是你單方面認為氣氛很好 女生可能就是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就是跟你是很好的朋友 加上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喜歡在剛認識的朋友面前 談到自己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所以這個真的是看情況 但是 除非你有感覺到這個女生 她有在刻意隱瞞她有男友 就是她可能跟你講話很曖昧 然後她常常會搞消失 然後她消失的時候你也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 有一些很奇怪的小手段 這種情況可能就真的是那個女生想要到處搞曖昧 可能是想要劈腿 然後 或是想要利用你 然後讓你覺得有機會 但是你想要更進螢幕的時候 她在跟你說 喔我有男友 就是看是什麼情況 再來是一個 我自己也覺得蠻不OK的 就是自己認為是女生就可以理所當然對男生動用暴力 男人打女人就是人生共分 你覺得怎麼可以打女生 怎麼可以對女人動用暴力 但是女生呢 其實也不該去打男生 所以你打人可能沒那麼痛 但是就是你 可能對男生動用暴力 那也是暴力 而且 對男生來說對女生互發掌應該也算是個蠻丟臉的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 也不敢講 就是被女生打很丟臉 所以男生會覺得被女生動用暴力很委屈 就是可以理解的 再來是 吵架之後不講清楚 用拒絕親熱作為處罰男生的方式 女生好像都喜歡又拒絕親熱來煎熬男友 看似很有用 其實卻不然 這種扣押性生活的方式 只會讓兩人的關係降到冰點 我覺得 這個我聽起來覺得很奇怪 因為 女生在跟你吵架之後 氣頭上 不想要跟你親熱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嗎 吵架之後的親熱我懂 或是吵架中的親熱可能也有人喜歡 帶著怒火很刺激之類的 但是大部分的正常人 在吵架的時候還在氣頭上 根本就是連你的臉都不想要正眼瞧 怎麼可能會想要跟你親熱 所以在吵架之後 你在想著要親熱之前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想一下 怎麼讓你女友消氣 就是去解決一下你們正在進行的這個問題 而不是想著要親熱 你可能覺得已經解決了 你女友就覺得還沒有要解決 加上扣押這個行為 這個用詞 因為沒有理由自己想要 去扣押她吧 女生也是有慾望的吧 她 拒絕你 就代表她現在不想要 代表她現在就還在生氣 不懂扣押性行為是怎樣的一個概念 除非 你的女友自己沒有需求 她每次跟你發生關係 都是因為你想要 就是 我自己惡力聽來覺得 完全不make sense 再來就是 沒來由的測試自己男友 不知道為什麼呢 很多女生都覺得 真愛是經得起考驗的 所以就會丟出一些難題給男友 像是逼男友五分鐘內出現在自己面前 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某食物給自己吃啊 來測試男友的誠意 何必呢 愛有多少也不是靠自己可以衡量的呀 真的有女生會這樣嗎 我覺得長到我這個年紀 我自己身邊沒有這樣的女生 我覺得 會想要沒來由的測試男友的女生 我不確定她們是不是真的存在 至少我的同溫層沒有 但是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連續劇看太多 覺得自己男友必須要跟偶像劇裡面的男主角一樣完美之類的 這篇文章就是女生不要沒事找事 不要解外生枝 不要用一些被動式的方式去攻擊你的伴侶 大部分的問題就是可以靠言語去解決的 男生有疑問就是要提出來 不要對女友抱持著一些很奇怪的幻想 好一算就是我這個年少時代寫出來的文章的一個回顧了 不曉得大家怎麼想 我知道很多人聽起來很不對啦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太認真看待這些五六年前寫的文章 我當時還不懂事好嗎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是不喜歡今天這樣的主題 或者是剛剛我有提到很多刻板印象啊 還有一些很奇怪的就是異性相處之間的迷思啊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想法想要提出來的話 你可以留言告訴大家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